亲爱的顾客您好,欢迎您来到永久 接下来,我为大家组装这一款QQA009永久牌自行车 组装工具有15号开口扳手以及2-6号内六角一套 去除纸箱 为了组装方便,我们已经把自行车包装以及纸箱包装物全部取掉 拿出说明书以及脚踏板一幅 将自行车打开 并合上 将自行车折叠上 快拆扳手,以前部位置拉长,再以同位置折叠过来 记住,不要出现往上以及往下折叠的方法 将车把立改竖起 这时车把会左右的移动 调整好车把角度 将车把固定住 然后弯开 用6号的内六角扳手 将车把里的6号内六角螺丝 以顺势针方向拧紧 将车把折叠盖扣上 检查车把是否左右的移动 调整好车把高度 方便适合各个人群骑行 将快拆扳手拧紧 拧紧以后,以后部位置扣紧即可 调整杂把角度 折叠车杂把角度 一般以斜式30度为标准 将5号内六角拧紧 防止砸坝上下移动 组装安座 将安座快拆杆拉开 以安座安全线为标准 插入车架中 调整好座椅的高度 将快拆扳手 以顺势针拧紧 扳手处以前方位置扣紧即可 拿起15号开口扳手 进行组装脚踏板 脚踏板分为L和R 即为左面和右面 R以顺势针方向 旋紧 记住R是右侧脚踏 以顺势针方向旋紧 脚踏板一定要反复三次 拧死拧紧 R楼为左侧脚踏板 以逆时针方向往左侧旋紧 切记 脚踏板一定要拧紧 拧死反复三次 在组装脚踏板的同时 最好缠上两圈生料袋 防止滑丝脱落 扣解009自行车 组装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